例如, 校長 校長在譚詠麟, 大家都知道 他的花袋是怎麼來的呢? 話說, 譚詠麟在高峰期的時候 拿了很多獎, 又很紅了 所以他連續六零一暑假 到演唱會 很多學生很喜歡他 只不然就說, 厲害, 校長… 校長在花袋就由此而來 有沒有校歌? 當然有 如果, 明女總注定分手 愛在心秋, 就校歌吧 有校長, 為何沒有校監? 為何中鎮圖B哥哥不叫校監 叫B?很簡單 現在在溫拿裡面 原來他們怎麼分主場 就分A和B A校長做了, 所以B哥哥做了B 所以最後, 中鎮圖就變成B哥哥 說的梁炳 大家都知道是梁漢文的 為甚麼? 話說梁漢文當電視台節目主持的時候 整天笑著藝人 你怎麼這麼鎮圓的… 真是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報應來了 人家說你姓梁, 梁就姓梁 你姓梁炳 他就叫一叫, 她就變成梁炳 那裡花左最漂亮的當然是袁詠儀 因為她叫她漂亮 選你選出來的時候 曾經有問過 你真的沒有不漂亮, 怎會會選到 你別管, 袁詠儀人緣好 記者特別疼她 你照顧笑, 你說你不漂亮 好, 我們記者來天天幫你寫 說你漂亮… 你知道, 一個謊話說100次 就變成真話 我覺得她真的漂亮 是人家叫苗喬偉, 也會叫他三哥 那三哥的名字怎麼來的呢 話說苗喬偉出道的時候 已經崩到偏偏, 非常英俊 大家叫他哥哥 話說他1988年 拍一部電影叫江湖折班人 還有一個退休的江湖大哥 就叫三哥 所以從此有大家就叫他三哥 這個名字就由此而來 知道我了 不開工的時候, 大家叫我丸仔 當然, 開工也叫我丸仔 有些人叫我做石榴姐 至於我最喜歡我的花朵是甚麼 當然是美女 美女 不跟你說, 別人找我 我麥晴晴師傅算過 今年是火年 有電視機的朋友 只要有電視機, 一按就有電視 也算過今年的電影行業 一定有女演員 你好, 怡香爺 你好, 你好, 慶慶師傅 你屬陰火 所以你以前一定是無特兒出身 為甚麼都會知道 我沒有給你八字 你當然沒有給我八字 但我有八卦雜誌 這麼笨 這麼笨, 你也做到娛樂事業 真是難得 你如何進入這個娛樂圈 其實我原本打算做一陣模特兒 就去做空姐 模特兒時也會走 所以空姐拖著行李箱去走 之後剛好有機會試戲的拍攝 背好所有劇本 然後去到… 所有背了的對白都忘記了 說得很噁心, 當然沒有中 然後就去學戲 學完後, 整個人打開了很多 沒那麼緊張 你的行李箱?打開了嗎 對, 內臟都出來了 之後再有機會拍攝時 就得到一個角色 真的是第一次… 好像平暴清雲 接觸演戲?不是 那又不平暴清雲? 拍攝後, 年多、兩年都沒有工作 你有想過為甚麼嗎 你做得不好 高也是一個原因 你很高嗎?站起來看 車…真是挺高 真是 所以一直都沒有… 很少電影的機會 直到骨妹的時候就… 也說你的樣子 長得不像正經人 你錯了 導演原本覺得我完全不適合 他跟我說 第一次跟你聊天 覺得你太斯文了 但他就說 他覺得我很懂得保護人 這個角色是一個很強的女生 他就選了我做這個角色 除了讀短期課程 以及跟老師學習 其實我最感激的是我媽媽 我媽媽不是稀罕人 但我媽媽是極有演戲細胞 以及表演慾 看劇的時候 會在家裡笑得很大聲 有時會哭 然後我爸爸經過後 便會說… 發聲 你不怕 只是你老公經過在你身邊 發聲 所以我很害怕這件事 反而我想問你,晴晴師傅 當演員的情緒也會很波動 很影響到身邊的人、家人 或是如果有另一半 如何去協調 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不用這麼晚才結婚 不就是一早把男朋友嚇倒了 對 所以你自己設計設計 其實你有被人欺負過嗎 有被人欺負過嗎 我真的好像沒甚麼被人欺負過 因為我挺懂得做的 這個就是重點 不是,我… 挖出來了 有禮貌 應該挺少得罪人 一場來到,我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你很努力去做一個角色 沒有人看 或有人看到 原來別人覺得你做得不好 甚至下一步是不知道等何時 如何經過這些難關 如何堅持 我聽過前輩說 等,要忍 等就是等運動 忍就忍,沒有高開時 我寂寞,我寂寞,我寂寞 但最後要狠 就是有你做的時候 就狠狠地將它做好 忍,等,狠,忍,等,行 沒錯 難吧,讓我先批一批 行了,紅的了 好,謝謝大家 記得捧香瑩,知道嗎 捧牠牠吧 好,我是五星級絲打的魏神希,Alba 五星級絲打是一個周圍 法國漂亮的餐廳 實測各種美容產品 以及報導不同拜靈資訊的節目 讓姐妹們可以跟著一起逛街打扮 成為又潮又漂亮的星級絲打 看看你們有甚麼問題想問我 魏神希,你為了保養皮膚 你會做甚麼 我為漂亮是可以做盡一切的 例如你跟我說,要用全面膜會變漂亮 我一定會用全面膜 多睡覺、多做運動 總之為了保養漂亮 全部都會做 魏神希,我不知道你的衣櫃有多大 但你每天要挑選多久 衣服才能出門口呢 有時很適合的時候 可能已經可以選10秒 有時要去一些很漂亮的場合 又選擇漂亮的衣服的時候 試過最長的可能是選擇一個小時 Alpha,我很想知道 你平時甚麼日子會是最烏惹的 週末 因為一至五通常會見人 週末,我很多時候都不出門 然後在家裡就會甚麼都不管 很街坊,不化妝就出門了 Alpha,有甚麼髮型是你想試 但又不敢試呢 看光頭了,我真的不敢試 但我又很想看看 如果我沒有頭髮會有甚麼樣子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些模特兒 可能他們拍一些很型格的雜誌 當時真的沒有頭髮 我覺得原來可以這樣 但你給我,我真的不敢試 但很羨慕別人的頭型長得很漂亮 可能我的頭型不夠漂亮 所以我試不到 Alpha,先打破一下你的女神形象 不如你自爆一個缺點給我們聽 要這樣對我嗎 女神是沒有缺點的,大家不知道嗎 有時候我也不洗頭 我也很懶惰 戴著帽子出門,別人就不知道 我沒有洗頭 最嘗試過三天不洗頭 好吧,遮掩我的樣子 不是我說的